的參考答案有幾個地方 除了上課的講義之外 我是覺得比較完整在雲端白板畫面 雲端白板畫面實際上就是上課 等於應該理論上寫在白板上面 白板太小了 而且其實 有些東西插掉下一次又要再重寫 所以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剛剛是第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第一個 這邊有一個第一個檔案 你可以找一下一樣的名稱 上面實際上就有對應需要用的答案 比如像REPD這邊就有了 如果你剛剛打的公式有錯的話就參考這裡 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LEN 像MID 比如說你要取 這個長度是否正確 你也可以再 配合一副 判斷是否正確 另外的話也可以配合什麼MID MID的話是這個 身分字號裡面的第二碼 如果要判斷是男生的話就1 女生是2 那怎麼樣可以做出結果來 有沒有就一副配合MID 不過這邊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喔 這個公式裡面的話 因為呢我們用的是MID 這個函數是文字類函數 所以如果你取得1的話 它回來的結果 會是有雙引號的1 那如果你把它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沒有雙引號的1的話 那結果會是 怎麼樣 不相等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觀念一定要有喔 怎麼說呢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文字1 你跟數字1比較之後 它兩個是不相等的 那所以怎麼辦呢 你如果這邊一定要記得加算號 所以我們其實假設我們這個地方有 切過來這邊 性別嘛 當然你可以分兩階段做 先切 第二個字 用什麼 用MID的函數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用MID MID 第二個字的話就是 三個問題嘛 第一個問題 你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 從哪一個字 STAR LUMBER 就從哪一個字開始 從第二個字開始 LUMBER CHISE是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從第二個字要一個字 就是1 但是你會發現喔 抓到的這個1 它是一個文字1喔 這要特別特別小 因為其實很多同學 錯就在這裡發生了 因為常常像之前蠻多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兩個字用V圖函數比較 奇怪為什麼 看起來都一樣 為什麼結果不一樣 我說你一個是文字一個是數字 當然不一樣 那怎麼辦 要不 就是把這個轉成什麼 轉成1再來比較 要不就是你記得要比較 一定要加雙以後 就這樣OK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按確定 第一個1 然後再來的話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不幫你等號 再放到if裡面 去做邏輯判 所以把這個公式 第二步就是 判斷男女 所以剪下公式之後 再放到邏輯裡面 這一幅 把公式貼到這邊來 邏輯喔 第一個問題是 你給我邏輯喔 邏輯是 這個取得的第二個字 是不是 等於 等於1啊 習慣很多人都這樣 等於1 很自然 但問題如果你少加雙以後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喔 我試一下 看起來好像 而且喔 這動作 蠻多人都 做 錯 很容易做錯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錯啦 不過你會不會按確定會怎麼樣 全部變成女生 為什麼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游標放這裡 回來再修改 修改的話就是再把游標放這邊 再按一下這邊 又跳回來了 那你要怎麼才會正確 有兩個方法 一個要不就怎麼樣 把這邊加什麼 雙引號 按確定 像現在填滿 OK 要不呢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就有同學說 可是喔 我這邊的資料已經固定了 他來的話 假設啦你剛好有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那個儲存格的資料就一定是數字 你沒辦法做修改 他一定是數字 那如果這個部分沒辦法修改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改這個部分 他這過來的話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這樣的一對不對 那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變成 這樣子的呢 就是把什麼 把文字 轉換為 數字 那 如果你對Excel的函數 有全面性了解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有一個函數可以辦得到 哪一個函數呢 其實喔 我是建議你們有空的時候 可以不妨 插了函數啦 把這個 文字類的函數 每一個的底下的文字 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全部看完你就知道答案是哪一個 不過不巧 剛好他在最後一個 Value 有沒有 所以啊 其實跟每個都看過了 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 他應該很清楚告訴你 這個函數是做什麼用的 將文字字 文字的資料 轉換成數字 有沒有 就很清楚了嘛 所以其實需求 就是這樣子 那怎麼用 很簡單嘛 因為他只要一個 一個 有沒有 刮符嘛 把字放裡面就好了 所以 取消掉 回到這邊來喔 如果我不用剛剛的方法的話 你就怎麼樣 這個不要加 直接怎麼樣 給1對不對 那外面的話就是 在這個Mid的這個公司外面包一個Value就可以了 包的話 特別小心 因為我發現有同學 經常會 刮符打錯位置 你就打一個Value 我習慣就這樣 打一個Value 然後全刮符 再到那個後刮符的外面 再包起來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把什麼 把裡面取得的那個什麼 這個原來他取得的是 這樣的E對不對 然後因為看到Value之後的話 他就把它轉成這樣的E 那再跟外面這個E比 就OK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蠻重要的 我發現很多人對於 資料型態沒概念 所以常常出問題 而且一出問題的話 都大問題 而且有些都連鎖反應的 OK 每一個每個地方都不正確 這個可能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好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向下填滿 結果也一樣是正確的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跟各位講一下 尤其是形態的部分 那當然我在雲端上也有放 就是這個是 加上那個雙引號的公式 是用這樣的方式 另外的話呢 有用 把它改成 1就是 數字1 但是外面加一個Value OK 所以 Me的部分 那其他的話 當然還有 Left 跟那個 Right的 練習 我想這個部分 就給各位自己在 練習看看 那我們就是要把 剛剛的這個 題目把它完成好了 這個 所以喔 這個地方 REP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旁邊 做完練習 再來到這邊來 如果沒把握啦 你可以插入函數 先用什麼 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REPT Repeat什麼 Repeat0 所以呢 你就輸入0 我要重複幾個0 然後重複的次數的話 就用3去減 3去減掉 LEN 刮弧 算一下這個儲存格裡面 有幾個 字 總共兩個字 兩個字 所以3減掉兩個字 就是重複一個0 按確定 那就0出來了 那後面的話 你就串什麼 AND什麼呢 AND 84就可以了 打個勾 084 其實你像下 像又填滿的話 有沒有007 底下再填滿 全部都OK啦 有沒有 其實同樣的道理 你就把這個公式 串到這個後面去 這個公式串到後面去 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 串的方法 這當然我就把這個 這一串 複製一下 取消 放到這邊來 AND 串接 剛剛那一串 有沒有 REPT 重複 0 重複幾次呢 用3去減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一個0了 N的G4的話 就把 再把84串到後面去 所以變 084 打勾 有沒有 0911 084 那 後面這個 這個 H4的話 其實跟 G4 公式還蠻像的 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 這個地方的話 後面這個 這個部分喔 應該可以不用重做了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有沒有 AND 到剛剛這一串 你把它複製 貼到後面去 只要把什麼 把G4 有沒有 改成什麼 H4就好了 有沒有 把G4改成什麼 改成H4就好了 這樣意思說 我不重做啦 反正我就跟他一樣 規則嘛 有沒有 這邊記得 一定要AND 打個勾 不過 減號漏掉 減號漏掉 沒辦法補一下 再把這個AND 這邊 再把它補到哪裡 補到這邊喔 記得不要補錯位置 減號 這邊 AND 減 所以剛剛應該 從哪邊 從這邊 乾脆從這邊 複製到尾巴這邊貼過來 打個勾 好 再來向下填滿 就 大功告成 OK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啦 請各位先練習看看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喔 另外的話 相關的參考答案 你們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 這個雲端白板裡面的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 文字與資料函數程式碼 裡面的話也有 這個 可以參考的答案 我剛剛做的動作上面都有 喔 請請按下